那在讲我见证之前 我必须要讲承认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会在这里做大家的见证 然后我觉得主给我的道路是一个很奇妙的道路 阿们 那我先介绍就是 带领我进入主这个世界 就是我的学姐的安静女子的内容 那在最早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我学姐 那在我认识主之前 她是我的同事 那现在她又带我进来一起认识主这样子 那她其实 几年后后她约我蛮多次来参加这个福音聚会 那其实每次我也都有参与 那都约就来吧 然后每次看大家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觉得蛮感动的 但是我那时候当下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个组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承认她了之后 我就会很认真的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阿们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对自己的信心不够 所以就这件事情就一直放着这样 那到了前一阵子之后 我工作大概也是三四年了吧 那我就觉得我工作的热情也慢慢消失掉 我觉得我人生开始的空洞感越来越大 那在跟我爸妈的关系上面 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差的 就是我从来不会主动去关心他们 我也不会去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我也不想听他们跟我讲一些什么事情 那就生活上遇到很多事情让我觉得很挫折 就是以前 以前你只要计划好的事情 你就 你朝着这条路走你就可以走得到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我路在哪 我计划的东西在哪边 那上一次有一个 一一一九的时候有一个回到起初的聚会 那他那个我许智就带我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 那当下就去受益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心里有稍微犹豫一下 可是我就想这大概这一次大概就是主要让我去 就是时候到了他要带人到他的 他的国度里面 阿们 所以这次我就受益得救了这样子 那得救之后有很多事情就是要做 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 那我很感谢就是潘爸爸还有潘妈妈 还有那些还有潘俊荣姊妹 跟我同事有另外一个也是一起的 那潘爸爸每天早上都会一起带我读圣经 那中午的时候同事也会带我去导读圣经 然后教我如何去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礼拜三晚上的时候我也会带你一起参加聚会 那平日的晚上我就自己去看圣经这样 阿们 那我得救的当下其实我的感受就是一个 我内心本来空虚的那个心底忽然好像就被充满了 是什么东西充满他就是一个一种火焰一种温暖的感觉 一种你好像就是看到了你所喜爱的那种感动 可能充满了你内心 可是我当下想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也没有再理他 那经过这段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我慢慢读圣经了解到说 原来这个应该就是主已经寄到我的心里面 阿们 让我重新再去了解感动是什么 让我重新再去知道如何去爱别人 阿们 那第一个礼拜我回去我家的时候 就是我就向主祷告 我就跟他说就是希望我们借由你的力量 然后让我去和我爸好好的说话 然后让我能够重新的就是把我们家一团乱的家 就是借由主的力量的聚集在一起 阿们 那 那 当回去的时候我就 我真的就是借由主的力量 就真的就是给我爸坐在桌上 然后聊天或什么之类的 那虽然还没有等 至少我没有至少没有吵架吧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个好的开始 阿们 那 因为我妈最近她身体又不适 所以大家也都为她祷告 那每天晚上我开始学会了 就是偶尔打电话给她问她状况怎么样 对 那前不久我妈 因为我有跟我妈说就是我现在信 就是 是基督徒 她又觉得说 喔 因为她真的看到我改变很大 她就觉得她传言封信息跟我讲说 她觉得这个主的力量真的是非常有大 所以她现在 我是我们家唯一目前的基督徒 阿们 但我相信 我相信有一天就是 当我把这个 我能做到 他们真的看到我所改变的 然后希望这个家变成一个完美的家的时候 我相信我就可以把我的福音 带给 带给他们 带给我爸妈 带给小姐 希望他们不要再 就没讲 I have said 我 were in a 在炒肠都有谣... 但是ор安 我最后还是要更感谢 就是潘爸爸 潘妈妈 还有潘晴伟 就是他们就是 就是基督派来的人 然后让我能够 让我能够直接认识这个